大家好 莎姐 記得大家按訂閱 按旁邊的小鈴鐺 因為我現在都開始被人按 有些油管幫我退訂 他不停只給我維持在10600左右 上上下下 我想他不是因為我訂人數多少 他基本上是我說的東西不適合他們聽 所以我自己覺得會看得緊一點 希望大家都訂閱 至少讓我這個台可以和大家一起過渡到 下一個立法會 這樣就可以了 我要求不多 最重要這個台可以和大家一起過渡到 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 應該是9月6日的 大家記錄了那個時間表 先不要約人 不是不要約人 記住投票 保持好身份證 就不要給人 拿了你的身份證 令你不能投票 先記錄好日子 這個世界沒有最奇 只有更奇 說一個很奇怪的新聞 19歲學生 私連儂長文書 私集兩套人 搬 就這樣說了 不排除判監 19歲學生去年7月 在北角俗私連儂長文書 並發難襲擊兩個人 兩個上前阻止的徒人 這是星島日報報道 另一名五巡男子 寬骨骨折脫教 被告今天在公居裁判處 承認兩項控罪襲擊 導致身體受傷罪 辯方求情時指 被告患有自閉症 加享受721事件影響情緒財犯作 為林欺為裁判官 聽著是林欺為裁判官 可能721發生任何事 試刺爭端 由被告引起 更令受害人需要動刀施手術 考慮到被告年青 法官會為他索取勞教 教導所及更生中心報告 但明而不排除判監的可能 案件後5月11日判 期間被告繼續還押 被告鄭 被控7月22日在北角地鐵站B1出口襲擊 男子 曾 噗 及梁 噗噗 事發當晚 曾見梁 不是曾及 曾和梁 即是那兩個受傷的人 被告撕毀連龍長文書碎上前阻止 期間梁以手機拍下過程 被告突然發難推跌爭 並向他飛拳攻擊 梁建設撞馬上放手機調停 並將被告制服 過程中遭被告刮花 刮傷 左前臂 驗傷報告顯示 增滴 髖骨骨 骨折脫 手腕刷傷 梁 左前臂則 紅腫刷傷 辯方求成事提卡案發事 被告在新界任事刑 事前一日發生721事刑 令他擔心示威者會威脅自己的安全 情緒受困下罪犯事 並沒有意圖犯案 我自己怎麼看這件事 我覺得其實 現在的法官 是沒有準則的 香港現在的法庭是沒有準則的 是完全沒有準則的 等於法官是大了的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如果我們一些普通市民 如果我們去阻止人家 連連龍牆 連他的文宣的話 他們說我們是會被人打的 是吧 即是 你唸就行 我們施就不行 你唸 你已經是一個 類似是亂拋垃圾的罪 他現在清理垃圾 又被人阻止 你在扔垃圾 我們阻止你又不行 這是什麼邏輯呢 他們很多人我們阻止 連連龍牆 他們打我們回頭 但每次都過不入 沒事的 但現在他一個有自閉症的人 又說不排除草膠 好奇怪 我自己這樣看 自閉症就不是他說就是 自閉症不是 辯方律師說就是 一定是有醫生報過的 這個就跟精神病那些不同的 有些人說他那時候精神狀況有問題 這些就可以作的 這個事實 因為這些隨時都可以作的 因為當時精神狀況沒問題 你就不會襲擊人 那這些 10個10個 不是說10個 10個9個半醫生 都會寫他當時精神狀況有問題 但是不代表他有精神病 但是這個官是拿來放生的 但是自閉症這個是天生的 基本上是不可能 那一刻才有自閉症的 所以其實自閉症的人 會有這些行動 應該是比較正常一點 所以我覺得 官是應該從他有自閉症 這件事去輕判 你想一下 那個用大聲公 歐樂謙用的大聲公 或是襲警導致警員 他有 耳朵有受損 都是判140個小事 擺明是有意圖去襲擊人 而這個只是因為自閉症 比較難控制到的情緒 所以難控制到自己的身體行為 所以做了這個 這樣的事 你就說判坐牢 我覺得有一點點不公運 你說 他是需要 要入住 特殊的醫院 可能是 精神病院 不是精神科的醫院 等他可能再調節一下 或者是需要 觀察的 而到醫生說他OK了 他現在已經穩定可以出來了 我覺得這個是合理的 是合理 但是同樣地 他是7月22日發生 我想他正常 有721事件的話 我們正常人有人衝過來或者什麼時候 我們都是會怯的 這個是 無可否認的 等於我們那時候 黑暴的時候 我們看到有 戴黑色口罩的 穿黑色衣服的 我們就已經在黑暴 我們就已經 彈開九像院 舊路走 沒有一樣 所以 當他有721事件的時候 他的心裏可能隔一天還未平復 尤其是 有情緒病 或者有自閉症 他比較難把 壓力舒緩出來 難很快地接受某些事情 他會更加難舒緩 就算你普通人 我7月22日 我7月21日 我經歷了721事件之後 知道有721事件之後 你一個普通人是不是可以立刻 有天走過來 衝過來 你是不是會立刻覺得 沒事沒事 是不會的 我不是說 因為他私煉農場 我撐他 我覺得 我覺得 這個事實是 這個事實是 少少私心是 但是正規來說 都不是 這都是講道理的 私心上我當然覺得 19歲青年 他竟然有這麼清晰的概念 這麼清晰的理念 他知道 我不管他知不知道 連農場是什麼 但他起碼知道 這些東西 是唯麗戒招 他撕 我覺得他有一個概念是很對的 至於為什麼他會這樣 老實說 你衝過來 或者你在不停地這樣 自閉症是很流行的 這是基本上是自閉症的其中一個病態 他們一言不合就開始動手 只不過是你不夠人打 如果你反過來打贏他 你覺得你會不會報警 許施連龍坐過打贏他 不會的 現在這些人就是輸打贏 你不夠人打 那我就告他襲擊我 這些人就是這樣的 我自己覺得 其實法官不是說 會判監不判監 其實他講到 不排除判監 這件事 其實他的心裡面 就已經有底了 如果不是的話 他可能未必會說這句 我想其實他應該從他的病來決定 但是我應該覺得他似是會判監多 如果不是他不會說那句 我自己覺得 那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這樣的話 你這樣的法官的話 我以後 因為其實連龍場地等於垃圾來 我以後 萬一我可能 我這張Tissue 我扔進垃圾桶 扔不中 那怎麼辦 那我應該扔進垃圾桶 那我應該扔進垃圾桶 還是可以扔進垃圾桶 如果我扔垃圾 在街上 如果扔垃圾 在街上 可能 究竟是罰1500 還是罰200 是嗎 是嗎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 我扔玻璃瓶 進警察宿舍 我只是罰200 我扔了垃圾桶 我扔不中垃圾桶 我撿回去 又不是不撿回去 又不是我罰1500 還是什麼 因為現在正如他這樣說 青年農場撿垃圾 清潔香港 是可能會被人罵的 是不對的 很奇怪的 青年農場是不對的 會被人指責 我自己覺得這件事很奇怪 下次大家掉了垃圾就不要撿了 會被人指責 清潔香港是會被人指責的 我希望大家都盡量發聲 留多點鹽 盡量在各大平台發聲 因為其實這些 其實我自己覺得 19歲青年 有這個 起碼他肯青年農場 即是說 他有這個是非官都是對的 只是他有時候 他未必 會表達出自己的感受 即是自閉症 我覺得我們應該 發多點聲鼓勵這些 即是年青人 站起來 然後去感染他身邊的年青人 我今次就說這裏 希望大家 多點留意這些事 因為現在法庭真的很不公 我們要告訴法庭 其實我們對他們真的很不滿 今次就說到這裏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